19岁女大学生抢奸60多名男生 事后她却说自己已经很控制了 女孩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付出了行动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就作案高达60多起 可报案人数仅仅只有两人 其中受到伤害的小陈 更是在面对采访时止不住的哭泣 可是相比起小陈的痛彻心扉 作为本案女孩的闺蜜 却是这样认为 她自己的防范意识也不够 你说能怪谁呢 那么究竟小陈有没有责任 让我们直接回到时间开头 四川成都2020年8月的一个夜晚 小陈和女友吃过晚饭看完电影 正打算回家洗澡睡觉 可没想到突经过一个僻静的地方 发现身后有一个女孩正在尾随她 虽然小陈一直有听闻这条小路不安全 但是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离奇的事 心里也没对女孩的尾随赏心 可是很快背后的女孩快速地冲向小陈 接着用毛巾捂住了小陈的口鼻 并且还直接将小陈拖到了旁边的绿化袋 等早上凌晨6点小陈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裤子已经被脱了下来 草丛里还被人丢弃了七八个气球 这让小陈立刻意识到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她连忙跑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报警 民警得知后也是带着她调取了现场监控 结果当小陈看见自己遇害的画面时 竟然一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小陈时候在派出所内 竟然还有多次想要自杀的倾向 还好都被在场民警给阻止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是所有人都不想看见了 特别是寻梦甚至都想代替小陈 遭遇这样的不幸人生 可是时光不能倒流 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民警只能加大对周边的排查力度 可是由于当晚的监控 没有拍到正脸 所以案情一直难以推进 可是也许是上天垂帘小陈的不幸 在一周之后 小陈的哥哥小曹也遭遇了女孩袭击 小曹从小就是内向老师 且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 当小曹遇见女孩遭遇不幸时 甚至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 而且小曹的一手跟 也不幸变成了二手跟 当时他是在我面前 把衣服撂开了 他里面没有穿 我看得一清而出 他还把我的手拿过去 放在他胸上 我当时就愣住了 可是他还在对我笑 我觉得太可怕了 这件事传出去实在太不光彩了 小曹这次的遭遇时间更长 且小曹还处于清醒状态 所以对于女孩的长相和特征 记得非常的清楚 随后再次描述的帮助下 成功将女孩的长相给复原了出来 但是事后女孩的另一个闺蜜 却是认为小曹和小陈完全是多此一举 整个事件其实是他们兄弟俩占便宜了 我就没有根据的一说 我觉得对于受害者来说 他占便宜了 占便宜 为什么占便宜 这种事情他不配合 怎么能完成 而且我觉得 他身理上感觉应该也不坏吧 民警有了女孩的画像 很快就在周边的走访调查中 准确地查找到了女孩的信息 并且在当天就成功将其抓获归案 但是女孩只承认 小陈和小曹两名受害人 不过后续在民警的大量走访中 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 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遭遇 也有着自己难以开口的理由 毕竟这样的事情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讲出来绝对是比较丢脸面的 民警将查找到的受害人登记后 又搜查了女孩的家 最后从女孩家的抽屉里 发现了一本日记 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所有受害人 一共高达60多名受害者 而且每次的心得和感受 也全都被她写进了日记了 那么女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女孩在面对镜头时也说出了答案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心里有这种欲望 那你总得去发泄吧 这么晚他们还在外面走 你就是勾引我的犯罪 虽然女孩说得非常的诚恳 理由也是非常的合理 但是还是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 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的受害者 女孩给出的解释是 她不希望多次